用數字看台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台灣 我們又過了一個新的一年 2020結束了 那麼2021年現在上路 我們可以看到在告別的2020年 時代雜誌用了一個非常顯著的封面 在2020上面打一個叉 這個打一個叉 我在這個禮拜看到香港有一個報紙 他特別在標題上顯示 他說2020不要說再見 那我相信在這個2020的整個年度當中 大家都整個籠罩在疫情的蔓延當中 從1月23號的武漢封城一直到年底 我們看到英國的這個變種的病毒 再度室內全球 那全世界確診病例超過8000萬 那死亡人數將近180萬 那這是一個在1918年以來 從當時的西班牙的流感 所造成的百年大瘟疫當中 在2020年現在是呈現一個非常讓大家記憶深刻的年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以2020年的情況來看 香港在這一年當中他遭受非常大的撞擊 從港版國安法到一連串的逮捕人的行動 包括黎智英被拘捕 然後現在雖然交保 但是他的行動還是非常的不方便 香港受到非常大的撞擊 我相信這是香港從1840年代的中英鴉片戰爭以來 香港的地位受到前手未見的考驗跟挑戰 另外一個我們也看到在這一年當中 全球股市它呈現一個大的牛市 大家看到這隻牛特別回大 我們可以看到在3月的時候 我們經歷過非常多的撞擊 包括石油的價格變成負的 大家都記得在3月16號這一天 石油的油價在中國的原油堡 交割出現困難的情況之下 它跌到-40.32美元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油價變負的情況之下 恐慌指數到了84.83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驚悚的局面 美國的股市在去年3月當中 大家看到3月16號那天 美國的倒窮指數一天跌2997.4 這個都是我們一生當中所從來沒看過 你看到美國股市在跌的時候 它一天熔斷四次 連巴菲特都說這是他今生所看到最不可施列一件事 但是你看到在這一年當中全球股市的上漲 大家都記得台股在2020年結束的時候 它上漲的幅度超過20% OTC的指數上漲21.6% 那全世界你看到美國六大指數都呈現非常巨大的漲勢 這個會成半導體漲到48% 而納斯達克漲到41% 刀窮指數漲到6.5% 這個情況都是空前 中國大陸的附身300大概漲到36% 你看到深圳的股市上漲30% 上海市漲了11% 那南韓股市大漲29% 所以都是一個年度非常大的漲幅 也就告訴大家 這是最壞的年代 其實對資本市場來講是最好的年代 對台灣這是一個相對美好的時代 你看到台灣在疫情當中 第一個它防疫有成 那麼在過去這一年 大家也可以看到小英上了非常多的 國際媒體的封面 你看到華國的雜誌拿它當封面 這個世界五個領導人 小英站在最後一個 但是他能夠跟這些國際的 大的人物站在一起 對台灣來講能見度是高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台灣的出國旅遊都幾乎呈現休克狀態 國旅來到兩億一千萬人士 寫下十年新高 那大家都在台灣 你可以看到台灣是一個流動的國度 我們過去一年出國旅遊大概有一千七百萬人士 這一次全部留在台灣 他也造成第三季的GDP 因為國內消費上升5.09% 造成GDP在第三季有3.9%的成長 這是在這一年當中大家所看到的一個很大的改變 在過去這一年當中你看到外國人來台 人數大幅縮減 2020年大概有135萬跟過去相差非常遙遠 過去有一千一百萬人士來國外旅遊到台灣 但是這一次幾乎都凍結了 那麼因為在這個情況之下台灣的外銷出國非常暢旺 那到這個2021年這個已經改成今年了 這個國會主委拱民心講 今年的樂觀成長會超過4% 那如果到3.83%以上 台灣今年的人均GDP會達到3萬美元以上 這是台灣新的里程碑 所以中間一估2051年經濟成長3.73% 這已經是最低的一個數字了 那在過去這一年大家可以看到這個Stay Home 居家辦公 這個變成一個世界的主流 在這個居家辦公你看到這家公司叫Room 他的股價從59塊最高漲到519 這是一個大家可以看到視訊會議成為一個在疫情中的重要的一個憑藉 我們看到這個台中董事長張安平講 他說十億人恐怕重新進入貧窮事件 他如果疫情減緩以後 他說經濟海嘯已經席減全球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2020年全世界經濟是一個像懸崖式的這種斷來的下挫 但是對台灣來講是一個絕地逢生 非常關鍵的時刻 在2020年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結束的時候 比特幣的價格是7880塊 那在這一次他已經最高來到27,020 你看到美國有非常多的電視頻道 每天都在講比特幣的價格 所以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美元下跌但是比特幣變成一個避險的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也看到在2020年當中 對全世界產業影響最大這張圖器 兩個月前也放給大家看 但是大家不太注意 但是你可以看到貨櫃航運的大起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這裡面有六大主因 你看到這兩個月前我講的一個歐美經濟解封以後 他所湧現的一個捕貨槽 第二個各個出口的輸鳥的貨櫃短缺 第三個的空運能力受限 第四個防疫的商品跟個人的防腹的配備需求提高 第五項船員因為隔離所造成的長時間未能下船 難以這個替補 第六項貿易戰跟這個疫情的衝擊 船公司有的去拆船有的去賣 賣掉這個船公司的貨櫃的需求減下降 那這個在28號你可以看到台灣的航運類股 以長榮為主 你跟陽明都大漲然後大概有11檔個股吃檔停板的 那麼現在這個情況來看 這個貨櫃行業可能要旺到今年上半年 這個狀況大家看到陽明海運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已經非常慘烈 他大概一年最慘的時候虧損159億 現在他在11月一個月賺了27億多 這個造成股價急速的上漲 所以這個我們政策冒到的陽明海運 當董事長之後突然幸運之神降臨到他身上 貨櫃行業的市長現在就成長 看起來是非常樂觀 所以在未來這半年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台灣的傳統產業在不知不覺當中 他進入到一個前手未見的新的里程碑 2020年過去了對很多國家都是一個災厄的連帶 但是對台灣來講是一個重新再生一個非常好的連帶 2021年台灣能不能有好運再度降臨 我相信現在面臨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時速入口 今天我特別邀請到好朋友患愁來跟大家 我們到一月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一月份有很多大事 一月四號喬治亞要選兩席的參議員 然後如果這兩席有變化的話 民主黨對共和黨的態勢有很大的改變 一月六號我們看到美國國會行使對總統的投票權 到二十號新的總統要就職 我相信美國大概進入拜登的時代 川普在未來他的角色 包括美國在這次在投票過程當中的憲政的爭議 回來之後我們請換手完成給大家解讀 稍微來 好 我們接下來進入換手的時間 我們先請換手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社長好 各位觀眾新年好 好 新年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一月份的重頭戲 今天我們大概有三個重點 美國總統誰當選 第二個美國的國格之戰 第三個美中接下來是冷戰 還是無煙消的熱戰 還是有煙消的熱戰 我們在這三大主題當中 你好好來跟我們解讀好不好 我們先從一月四號談起 社長我能不能夠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用一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講一下 我眼中的世界的大局 當然是以台灣為焦點 那麼我覺得台灣社會 現在應該要有兩個角度來看未來 2021 那麼一個是從世界看台灣 一個是從台灣看世界 我覺得這兩個角度都要兼顧 從世界看台灣呢 我記得大概大半年前 在您的節目 我曾經提過一個概念 就是說世界已經台灣化了 我甚至於把它提高到了一個地步 叫做台灣學 Taiwanology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原來台灣在世界上是 少數的幾個被夾在夾縫中 而且是兩塊巨石當中的一棵小樹 那這兩塊巨石當中 這個土壤非常的少 而台灣竟然還能夠長出一個 欣欣向榮的一棵小樹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 那麼這種夾縫中的存在 由於2020年的金融方面的變化 還有尤其是肺炎 COVID-19的情況 所以美國跟中共之間的關係 產生了基本性的變化 使得全世界包括西方 絕大多數的國家 還有非西方的國家 都怎麼呢 都被夾在這個兩塊巨石當中 被等於是被迫要選邊站 所以台灣的這種70年來60年來 在夾縫中生存 在彎道上面這個開車的這個經驗 可以說是一個世界的老司機了 很多比如說歐洲的國家 或者其他地方的國家 他沒有這樣的經驗 他會措手不及 那麼我覺得這個時候 台灣要把這個台灣的這個夾縫中 生存的這個台灣學 Taiwanology 這個將來兩三年後 一定成為這個世界政治界 政治學院 還有這個管理學院的經典的教材 這次我特別補充一點 你看到澳洲 澳洲最明顯 你看到中國進入澳洲的煤礦 有70艘澳洲的煤炭的船在海上漂流 是的 那鐵礦石現在價格大漲 這個其實如果你看澳洲的收營 就是說中國長期霸凌台灣很習慣了嘛 但是他用同樣的方法去對澳洲的時候 我一看這個全世界感受一定很強烈嘛 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說這個台灣在夾縫中成長的這個經驗 非常的寶貴 但是這個是從世界看台灣 我們不可回避的 也必須要從台灣來這個看世界 看世界 這一點呢 我們也不能夠這個回避 而且不能夠自欺欺人 所以呢 這個 我希望 我希望我今天講的話 我希望大部分是錯的 OK 但是呢我們就是聽眾呢 不妨抱著這個買保險的心情來看問題 因為我也沒有假設我明天早上出門 就會被車撞到嘛 但是我依然有買保險 對不對 所以這個買保險這個心情是很重要的 那麼過去30年 整個世界雖然有大小不同的這個戰亂 動亂 可是呢 在人類的歷史上來看 算是歲月靜好 你知道 比如說台灣現在 99.9%的人可能都沒有經歷過戰爭 沒有經歷過逃難 我們這一代大概歷史上最幸福的 最幸福的一代 就是說戰爭你都沒有經歷 對 世界最大的變化你都親眼目睹嘛 對 那這30年的這個靜好歲月好 那麼我是歸納於幾個原因了 一個是呢 美國跟中共 或者說美國跟中國相互利用依賴 這個是現實 也就是說美國靠中國的這個廉價的生產力 然後然後來買美國的國債 然後呢 其實美國人的很多富裕是 坦白講是建築在中國人民的 年價勞力上 勞動的這個血汗上面的 這個這是不可迴避的事實 但是中國也趁著這個機會而崛起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互相依賴的一個情況 這是一個30年歲月靜好的一個 第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麼30年靜好歲月的第二個因素呢 我這裡很抱歉 就是說我認為說傳統的經濟學 或者說企業界 腦子裡的成長的概念 就是growth 增量的這個概念 這個是因為 這個是因為在美國的美元的霸權 跟軍事的霸權 這個之下 構成的這個世界秩序之下 才能夠有那麼長期的一個 所謂的成長 那麼第三個因素呢 就是中國呢 願意在美國的霸權下生存 也就是說 他搭著美國秩序的便車 比如WTO 他願意 但是不管因為什麼原因 這個原因我們等一下再分析 現在中共或者說中國 已經不願意在 完全依賴美國的秩序 這個最大的根源是 鄭小平講要韜光養晦嘛 所以不要韜光養晦嘛 關鍵的轉出是這個嘛 所以回到我您剛才提的這個問題 習近平先生 如果習近平出了某種事情 不管是國內的國外的 或者他個人身體的 如果習近平出了事情 那麼這種中共依賴 中國依賴美國秩序 繼續生存的這個局勢 可能可以延緩 再延續個什麼 三年 三年 五年 十年的 但是呢 形式已經擺在那兒 我多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 如果中國十三十四億人 如果要 如果他腦子裡想的是 享受美國人的這種生活水平的話 那麼我計算過 我們人類需要六個地球 如果全世界七十二億人 都要活美國人那樣子的生活的話 那麼我們需要十二個地球 那麼宇宙中沒有六個地球 沒有十二個地球 所以這個是大局 我們必須在這個大局底下 來看今天的任何的大事情 而在這個大局當中呢 台灣目前是什麼呢 我把它形容成為 一個失速的高速火車 中間的乘客 也就是說有兩個 這個駕駛在搶方向盤 而台灣在中間的車廂 那麼你這個乘客 不管你往哪個方向移動 你怎麼移動 你是不會影響這個大局下 這輛火車的方向的 所以台灣人現在要夠聰明 就是說我們已經在這個 失速的高速火車裡面的乘客了 我們不能夠在自相鬥爭 自相殘殺或者說不夠團結 我們只能團結起來 想著看如何的趨吉避凶 這是一個大帽子 那現在回到您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這個講的說是誰當選 那麼當然現在你從 我們先進廣告回來 你完整講這個 從四號到六號 到二十號 二十號好不好 三階段到底美國的政局 到底會呈現什麼變化 我看這樣比較完整 先進廣告 好 謝謝 剛剛換說特別提到 這個台灣坐在高 失速的高速列車當中 我們是乘客了 兩個駕駛在那邊搶方向盤 那我們回來看美國 美國這一次十一月三號 看起來幾個關鍵搖擺州 再關鍵一刻 因為這個郵寄投票 川普都輸了 那輸了以後 當然他有很多的指控 如果選舉做票 但是看起來川普要翻盤 機率好像沒有很高 你看到拜登宣布勝選 然後他有很多的講話 現在大家也在觀察 拜登到底對中國的態度 他上任之後會不會取消 川普在這段時間 對中國的一連串的制裁的措施 那他前面啟動跟中國的協議 這當中大家都在看 拜登將來會怎麼做 所以這個整個來看 二零二一年進入拜登的時代 大概看起來好像已經這個 我覺得要扭轉這個戰局 可能不太容易 那川普對台灣影響是大的 一個是美中貿易戰開打 他促成台商回流 第二個美中科技戰 他制裁華為中心 台灣半島里非常的兴旺 你知道華為的手機 他原來是全世界 試占率最高的手機的品牌 你看到二零一九年 兩億四千萬支 但是二零二零年 這個一制裁以後 大概剩一億支 他大概會少一半 所以這個情況來看 川普當然這個制裁力道是大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拜登的時代出來之後 大家都在關切 就是台灣到底會不會 做到更大的撞擊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到 一個歷史上觀點的轉折 那對我們來講 你如果撞到台灣 我認為這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但是美國的政局的發展 我相信影響台灣更大 那這一點 請換手給大家來解讀 在這個美國投票日的前一天晚上 我趕緊在連署上發表了一篇 因為事情每天在變化 我根本來不及說投到報紙 報刊上去發表 就直接在連署上寫了 我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斷言兩件事情 第一 這一次是以美國的一次 大的憲政危機 第二 如果12月15號 能夠決定誰是美國總統 就已經算是夠快的了 那麼經過了這段時間的發展 到了走到了今天 我要修正一下我的看法 我說如果到了1月20號 能夠百分之百的確定 就是說不管是法律的層次 還是美國人民的層次 能夠確定誰是總統 就已經算快的了 那麼這裡面我們知道 有三個接下來三個關鍵的日子 一個就是各位看到這個節目 的兩天之後 的這個1月4號 的這個喬治亞州的 兩個參議員席位的選舉 這兩個參議員的出台 會影響到什麼 1月6號參眾兩院這個投票 選舉人票的這個比例的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這是一件事 然後1月6號參眾兩院的選舉人 投票能不能夠成立 就是說法律上能不能夠成立 現在還是一個至少是半個問號 現在大家都在看Michael Pence的角色 對 因為Pence 彭斯是不是會 所謂的這個反水 也就是說轉去支持拜登 這個是一個關鍵的這個時刻 因為彭斯在那個場合 他是有這個權力來接受 眾院的投票結果 選舉人投票結果 還有參院的投票結果 他是個人就有這個權利的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這個大的關鍵 那麼所以呢 過了1月6號之後呢 還有一個顯觀 就是1月20號 也就是說 即使1月6號 不管是出現什麼局面 如果是爭議性非常大的 我們要知道這次最怪異的現象 就到現在沒有人有 沒有人有解釋的現象 美國所有的主流媒體 沒有人敢碰這個問題 OK 就是說川普的投票是 七千多少是兩百萬四百萬 拜登是八千多萬 那加起來是什麼 一億五六千萬 而美國的註冊選舉人數 大概只有一億一億二 所以這個中間的這個差距 是哪裡跑出來的 那麼這個呢 現在呢 如果引起社會 就是1月6號的結果 如果引起社會上 極大的這個爭議性 或者說甚至於動亂的話 那麼這個又替1月20號增加了一個變數 而且所以1月6號有幾種可能 一個是就直接宣布 就是拜登就當選了 另外一個呢 翻盤我覺得機率 所謂的翻盤 現在這樣 我們看幾個關鍵點 像朱莉安你從頭到尾都認為前期作弊嘛 而且他講很大聲啊 還有那個律師林伍德 林伍德 然後鮑威 他們其實都很大聲 但是美國媒體報導很少啊 你看CN你幾乎沒看到啊 這是一個美國非常罕見很詭異的現象嘛 那川普現在講啊 他說推特在完全扼殺言論自由 作為總統的我 我絕對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還是發生了嘛 然後呢 這個臉書 你看到馬克走博國 他已經完全偏在民主黨這邊 他肆無忌憚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大家對這種 環壟斷 也就是說 美國現在對這些 新經濟的公司 網路的公司 其實在1994年 他們Netscape開始之後 他都一定要划歸 就給他們很大的空間 現在沒想到變這麼大 現在川普想要緩制 但好像又來不及 6號翻盤的可能性 我覺得是為胡其為 但是6號可能產生一個情況 就是說 不承認選舉人票的合法性 那麼就 那這個時候就要由 眾院選出總統 參院選出副總統 這就非常尷尬了 那麼我們看 比如說 如果選出 比如說選出哈里斯 哈里斯 但是哈里斯到現在 都還沒有辭職 賀吉利還沒辭 賀吉利還沒有辭 所以這個是非常詭異的 一個現象 您剛才提到了 也就是說 美國的憲政危機 我覺得給台灣的一個 啟示就是說 各位很抱歉 我們過去腦子裡想的 所謂的民主的定義 是錯的 至少是不充分的 也就是說 我們以為說 有人一人一票 有了三權分立 立法行政司法分立 就是民主了 但是現在從美國這次的經驗看來 民主至少 我覺得個人的看法 至少應該是一個 三加三的這個結構 就是說除了行政 立法司法獨立之外 分立之外 還要有什麼呢 媒體國安情報 還有軍隊的獨立性 因為前三者是代表民主機制的運行 後三者是保證這個機制的運行的順暢 但是如果連這個後三者 如果前三者分立出現了這個問題 後三者連後三者又遭受到了滲透 或者說這個任何的這個干預 那麼民主坦白講 是有一點這個岌岌可危 所以呢 我是把美國現在的這個時刻 我是用三個 我說現在究竟是這個林肯時刻 還是甘乃迪時刻 還是尼克斯尼克 尼克森時刻 那這三個時刻 我這裡 我們沒有時間來多加分析了 請各位去自己去Google 研究這三個時刻 各自代表美國憲政上的 什麼樣的危機 我覺得這裡面有值得 全世界學習的地方 好 那這當中你現在現在就是說 現在四號六號到二十號 對 這當中給台灣什麼樣的啟示 還有你現在看到 如果我們看到現在為止 大概川普已經大概下台 就是已經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了 要翻盤機率很小 那現在這樣看就是說 到二十號他能夠 拜登能夠真正順利就位嗎 你能判斷 我個人的我個人的看法 跟很多人可能不一樣 我覺得拜登即使上任 從這次的爭議 還有他個人的身體狀況 他大概 大概會是一個跛腳 我叫總統 我看起來很難做了 也就是說美國的各種政策 就會讓全世界陷入混亂 因為沒有指南針了 那麼這個時候 其實對台灣是 可以講說是有好有壞了 首先我們要反显的一個是 台灣的我們所引以為傲的 這個小小的民主成就 究竟這個基石夠不夠穩定 這個等一下再問你了 我想我們簡單來看就是說 美國的政局 我們這一趴 基本上在談美國的 未來的政策的變化 我特別請教你就是說 如果川普下來了 在拜登執政的這四年當中 川普到底會扮演什麼角色 我的想法就是說 川普一定不會寂寞 他有可能他會變成共和黨的領袖 在那邊指揮作戰 在吆喝 要不然他就開個電視台 每天監督拜登 那時候他聲音聲量 還是會很大 這個是至少的 你描述這個情況是至少的 那麼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這個川普會就此罷休 那麼最極端的這個說法 因為如同你剛才講的 所有的主流媒體 其實都是一面倒 所以呢 從現在開始 就是從這選舉 其實大家應該要多依賴自媒體了 如果你的英文夠好的話 你看美國的自媒體的話 裡面是非常的豐富 現在已經傳出了呼聲 我只能講說是 在自媒體上的呼聲 就是呼聲川普出來重新阻擋 我相信 以川普的這種能量 即便他沒有當總統 我相信他在政壇當中 還有很大的富翁泛宇的本事 那我相信拜登的將來這四年 我相信挑戰一定非常大 等於我們在這個月當中 看到川普有非常多的政策 框下去之後 其實我看拜登很難動彈 你將來如果拜登要對中國放水 我看倩依華動全身 馬上這個會有很大的議論的壓力 來給他指責 所以回來我們再請換手來看看 中國的變化 我們看美國現在看中國最近 一連狀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世界動盪當中 我們另外一個焦點 一定要注意的 稍微來 好的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們看到在川普的最後的兩個月當中 第一個他給中心半導體列入黑名單以後 這個影響大概就是幾大 我們也看到川普也把這個 在美國掛牌的中資的企業 現在加了很多的框線 你看到在會計審查當中 如果不接受監管 他就叫你勒令要下市 同時他匡列的中國的企業當中 中資如果有軍工企業的背景 在這裡面他限定所有美國相關的機構法人的投資跟個人 不得持有這些股票 所以到2021年去今年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說那一些過去華爾街買了非常多的持股的中國的企業 可能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這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一個新的變動 那這個禮拜其實你看到這個亞洲週刊把小英穿的黃袍的照片登上來 你看到這個其實他的源頭是2013年 經濟學人把這個習近平穿龍袍複製一次 但是大家會覺得台灣這個好像不太像 就有點沾棺裡帶的味道 那這段時間我們看到馬雲的阿里巴巴 現在雙重夾殺 一方面美國在夾殺中資企業 一方面中國也環壟斷以後 他現在美國馬雲接受調查 同時阿里在現在接受環壟斷的主控的時候 他的螞蟻金服也這個上市也休止 所以看起來股價最近跌得很慘 他在香港的掛牌的公司 阿里巴巴從309塊掉到210塊跌幅慘烈 那中國的符润排行榜裡面看到 那個榜上的人大概經常都出事 那中南海將來的變化 你看到習的領導體制 現在看起來中國的對外面的這種入侵 像英國領事館 銀行 輝瑞 波音 台灣也有中共的黨員 台塑 台達電都有 所以習的領導 包括這次浦東的發展 包括現在在發展的數位人民幣 我相信這個都是一個大家非常關注的 那中國的政局走向跟這次美中 兩個列車對撞 未來的影響 這個細節我們就不用談了 因為大家也聽了很多的 同時現在坦白講談細節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現在是形勢比人強 我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習是習近平是已經走到了 他的權利的十字路口 甚至於是他的生存的十字路口 他現在就是要在準備要臨門一角 那這個臨門一角呢 雖然可能性的比例差很多 但是還是兩邊的可能性總是要提一下了 他的臨門一角是可以 他是可以去接受 繼續接受 美國的這個世界秩序 美元霸權 美元軍事霸權底下的這個世界的秩序 或者呢他可以去學習 當年毛澤東建立一個地球上 還剩下的專制體制的一個聯盟 那麼專制體制就是黨天下 家天下 最後到一人天下 那麼這裡面呢 有兩個很不好的這個信號 我覺得它是走向孤注一值 的可能性是大概是高於百分之八十九十 兩個現象 一個是12月25號 開了一個所謂的民主生活會 聽眾不太明白這個什麼叫民主生活會 以為就是聊天會 不是的 民主生活會是黨內所有的大佬 集中在一起 自我檢討 檢討對方 那麼習當然一開始形式上自我檢討了一下 可是呢在這個民主生活會上 黨內的幾位其他的大佬 對他提出了大概將近十項的譴責 從疫苗到糧荒 接下來的糧食荒 到這個能源 也就是限電 限電 到中國的這個經濟前途 到他個人的這個個人崇拜 幾乎就是把話扯開來了 最後習是以一句話來作為結束 他說 這是原話 我們要依照習思想來統一認識 他個人講習思想 依照習思想來統一認識 不該講的話 不要講 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說裝都不用裝了 OK 然後馬雲事件 我是把它當作一個標誌性的政治事件 也就是說習從一上台 他抓政權就是所謂的反腐 有選擇性的反腐 抓政權 然後抓軍權 然後抓公檢法 最後他最抓不住的是什麼 是金融 那金融呢 兩個動作 一個是香港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民營企業家的這個收編 那麼馬雲事件 馬雲是全中國 坦白講 要講最有效率 最有創意的這個一個 指標人物 指標人物 那麼他現在 這樣子來對付他 意思就是說 裝都不用裝了 我一打就打最大的 我不從小的打起 抓大咖的 一抓就抓大咖的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他就是說 你各位可以想一想 當你一個人 你連這個 幾千億 幾兆美金 你都不在乎的時候 就是說打爛就打爛了 你家裡那個明朝花瓶 值這個五千億美金 你這個 你打爛了就打爛了 這個時候 這個人已經是走向了 就是說他已經要 孤注一指了 那麼我們 作為台灣 我們最要 防止的警惕的 就是說 在這個孤注一指之下 美國會採取 什麼樣的動作 即使是拜登 OK 那麼台灣 要如何的來應對 我覺得這個是 細節都不用 細節都不用談了 這個就是 已經是一個 很可能 台灣就會 我個人覺得在 不太長的時間內 就會面對某一種形式的 一翻兩瞪眼的選擇 你想那個三種選擇 一個冷戰 一個無煙消的熱戰 有煙消的熱戰 對不對 三種大概你都要面對嘛 所以我們現在也看到 像這次國慶的這種 這個我們閱兵 那習的這個閱兵 你可以看到兩岸現在 好像大家已經到 包括經濟的遭境 最近蓬勃在講 這個他說 中國親台代價慘烈 但是雙方還要有所防備 那這次川普的台灣保證法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授臺的 關鍵的這個武器 所以我想小英也在這一年當中 不斷的去看軍方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台灣必須要面對的考驗跟挑戰 他非常艱難 對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態勢 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這個倡議這個 台灣的軍方要提早做準備 而且要要進入一種這個 怎麼講 預防全台八級地震的這種心態了 從當然我剛才前面也講了 至少你要買保險 對不對 好 那麼如果是進入冷戰的話 這個是對台灣是有利的 因為台灣可以以時間換取空間 你看美國跟蘇聯的冷戰了20年 對不對 好 那麼但是呢 很不幸的 我認為美國不會再犯冷戰的錯誤 因為美國經不起了 美國自己的國力經不起冷戰了 你看冷戰時期打了什麼韓戰 越戰 什麼又什麼中東戰爭 美國知道這個冷戰對美國是無力的 對 所以呢 美國不然他就怎麼樣 不然就美國就軟下來 就是接受這個 這個中國這個 襯霸世界的結果 襯霸世界的這個可能性 這個結果 不然就是會一次性的 去做一些動作 那這一次性的動作就有兩個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說 第一個是無硝煙的熱戰 無硝煙的一次性動作 還有一個是有硝煙的一次性的動作 那麼我坦白講 大家都很害怕這個有硝煙的這個 對不對 一次性動作 那這是我要這個台灣人你知道 這個四百年來都沒有經歷 沒有經歷過真正的這個大的 很大的這個戰亂嘛 所以大家會怕這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這裡我不得不指出來吳硝煙的 如果美國對中國採取無硝煙的熱戰的話 台灣對台灣可能更為不利 為什麼呢 因為無硝煙的熱戰也就是說 無硝煙的熱戰跟有硝煙的熱戰差別在哪裡 無硝煙的熱戰我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第一步就是這個 清查這個中共高官在美國的這個所有的資產 然後對香港就是說這個 這個進一步的這個下手收縮 然後甚至於到這個美元的這個限制使用 就是通過國際清算銀行BIS 通過Swift 那中國的經濟現在是經不起美元的杯葛的 絕對經不起 這跟各位保證是絕對經不起 那在無硝煙的熱戰底下 我說對台灣不見得有利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給了這個中共一段足夠的時間 同時又有誘因讓他什麼 讓他變成有硝煙的 狗急跳牆 就是那麼在中共的戰略 無硝煙的被有硝煙熱戰 變成有硝煙的局部 局部戰 局部熱戰 對 那這個局部熱戰 當然從中共來講首選就是台海嘛 所以呢這個無硝煙的熱戰對台灣未必是有利的 那如果是有硝煙的熱戰呢 那就是我只能這樣子講 長痛不能不如短痛 那麼這裡我想借著社長很抱歉 我今天因為機會也很難得 我就直接的講出來了 台灣是兵家必爭之地 大家平常講得很高興 台灣不成航空母 兵家必爭之地 但是各位想想 所謂的兵家必爭之地 就是兵家要動手的時候是不會管你其他的了 他要的就是這一個 就是說當老共那邊講說 要島不要人的時候 留島不留人的時候 他並不是說把你殺光的意思呢 他也說你最好全部移民 因為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這個島 這個戰略位置 因為那是他通往世界 通往太平洋的門戶 美國也知道這個門戶不守住就不行 所以台灣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但是兵家必爭之地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如果發生熱戰 兵家是不會管你這個島上有什麼東西的 我剛才講的例子其實沒有講透 大家現在聯想在一起想 就是說中共習近平 他現在連上兆美金的螞蟻金服 阿里巴巴 都可以不要了 他都可以不要了 而台灣現在 整個社會都還停留在什麼 歲月靜好的平時的思維模式 我這裡就是說 請大家要把這個mindset 用買保險的角度 你至少要加入一個 可能性的暫時打仗的時候的思維方式 這樣子才能夠減少損失 範疇今天這個給大家一個 募股沉重 聽到這個當然很沉重 但是就是告訴大家 台灣有危機意識 那這個危機意識 等一下回來 你告訴我們台灣的定位 到底將來應該怎麼走 好的 稍後回來 我們在2020是一個巨變的世界 你看到英國的投歐 在12月 他正式脫離歐洲 我想這個是一個 在歷史上還是大事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剛剛講那個無煙消的熱戰 現在其實那個戰爭的形態 不用彈藥 你看到現在那個網路 駭客 他可以讓你攤販 這個看起來也是另外一種 戰爭的形態 其實這個已經 已經持續在進行當中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面對的當然就是一個 如果人類的毀滅 用到熱戰 有煙消的熱戰的時候 那我想這個毀滅是大的 那全世界其實現在看起來 經過二戰以後 全世界很少有這種大規模的熱戰 因為中國如果在南海有什麼戰端 其實印度我看也難搞了 大家都牽一髮動前身 好 面對這樣的一個情勢 台灣未來如何定位自己 我這裡想跟我先談一個 比較抽象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mindset mindset就是你的認知框架 我們人碰到人生重大決定的時候 我們往往有一個第一反應 這個第一反應就反映了你的價值觀 世界觀 也就是你的mindset 我覺得台灣現在有一個mindset 就是我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我們要從平時 歲月性好的mindset 要至少要加幾分這個暫時 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的mindset 那麼這個mindset就界定了 你認為什麼事情可能 什麼事情不可能 什麼是possible 什麼是impossible 那社長你記不記得 大概兩年前我在您的節目上 我講過了12個字 那個時候我就說 台灣的應對方式就是 不掉隊 對美國不掉隊 不插隊 對北京 對中共不插隊 然後除肉桶 就是把台灣政治 內部的這個政治上的這個 污秽之處除掉 第四個是顧社區 強顧的顧 就是我們的社區 要把它強顧化 那現在我可以告訴各位 不掉隊 不插隊的這個時間 可能可能已經過去百分之八九十了 現在接下來要重視的是要除肉桶 這個還有這個顧社區 為什麼要除肉桶呢 就是說你現在當局者當政者 你能夠把國家治理好 那就是人民社會的呼聲 你用最快的速度 從企業治理到國家治理 對 哪怕不完美 但是你表現出決心 這個叫除肉桶 那什麼叫顧社區呢 就是說我們的社區的 每一個社區小到一棟樓 大到一個線 我們這個社區的人 要開始有一種互助的這個心態 那我們大家要有一個心態 一個mindset 就是任何選擇 當你被迫選擇的時候 任何選擇都是有代價的 天下沒有不用付對價的選擇 所以現在大家要想好 那我建議大家腦子裡 我們可以用倒退法 包括台灣的經濟 我們都可以用倒退法 所以這裡面就會導致 我們心理上的什麼呢 停利點跟止损點 這個包括企業 就是你在中國 你在世界上 你的停利點在哪裡 你的止损點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mindset 在台灣是遠遠不足的 因為幾十年來的歲月靜好 大家都認為說 疫情過後 怎麼再過兩三年 就會恢復常態 然後就用常態的mindset 去做超前部署 我請各位也用非常態的心態 mindset去做一些超前部署 好的 今天範籌給大家上這一課 是非常深層的一課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的蔡總統 我們賴副總統 今天晚上 他都坐在電視機前面 聽聽範籌先生這堂課 包括所有的氣節領袖 我相信這一堂課是又深層 又充滿了想像空間 我想會上有價值 今天跟幻愁上 隨著這一課 我感同身受 那也請大家 對未來的時代的巨大的演變 大家要隨時要放在心中 今天非常感謝幻愁 感謝大家觀賞 下週請大家去收看 字幕有請